骑士连人带车路口雷残滑行 猛烈撞上中央分割岛 瞬间扬起大片烟尘 车壳碎片四散 猛烈撞击力道 让骑士费了好大力气 才终于站起身 摔车原因竟然是因为 地上弹翼流满地 小货车满载鸡蛋疑似绳锁断裂 导致上百颗鸡蛋掉落地面 弹翼流到对象害得机车 骑士滑倒惨衰 手脚多处擦伤 同样惊险车祸也发生在台北市中山区 三脚锥出现在路中央 害得骑士闪避不及 瞬间惨衰倒地 镜头90度翻转 监视器还拍下后方箱形车 差点碾过骑士急忙煞停超惊险 马路上的三脚锥 到底哪里来的时候发现 原来车道上有鸟有好心民众 擅自移动三脚锥阻挡 没想到反倒害得后方骑士摔车 而这位热心民众 恐怕得面临最高2400元发环 至于在台中还有这辆保时捷 路口追撞前方机车 事后驾驶尽叫女骑士 直接修车不必报警 当场肇事逃逸 事后驾驶道案声称 因为邮机士才离开 但撞了人怎能说走就走 被依肇事逃逸送办 记者联元宾朋友飞综合报导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